打开购物网站平台往下滑 药品外盒写着简体字 宣传页面同样满满简体字 接近台南市议员接获民众 陈琴对岸药品在未经许可下 迈进台湾 照片上的药品就是议员 接到陈琴后实测 从网购平台买来的皮肤外用药 仔细看包括外盒包装到药膏 本身与说明书全市简体字 上头完全没有食药署的许可证号 以及魄力来限制这些药品 在网路上的贩卖 不只是食安 而是我们整个国人的民众的身体安全 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网购平台有卖家刊登卖禁药 食药署将介入追查 依照现行的法令规定 未经核准擅自输入药品都属于禁药 输入禁药者可处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病科新台币 一亿元以下罚金 如果明知禁药而贩售 或意图贩售成列者可处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病科新台币 五千万元以下罚金 一旦查获具体违法试证 将祭出重罚 议员只担心违法迈进台湾的药物 会不会变成非法添加苏丹宏 引发全台食安问题后 另一场风暴 三地新闻王少宇 确认洪欧玉文台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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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